OK 那么你知道这个类式图之后 下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类式图 它的一个原理 它的原理 就为什么它能够把它调起来 然后呢 找到我们这边 看到我们刚刚说 在我们这个UILS里面 我们进行这样写的时候 直接是调用这个类里面的SView这个方法 对吧 但是呢 这个方法呢 它是从这个View类里面继承过来的 那我们就看一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直接在这边点击 按一下 这里面找到这边 好 这里面就跳出来的这个方法 对吧 这个方法呢 你看到它叫做class only method 这个你不用管它 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类方法 它帮你又做了一层处理 叫做class only method 然后这个方法呢 你看到啊 这个方法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 然后你看到 这不是这个方法 对吧 这个方法里面 你看到是不是最终又定义了一个方法 对吧 它最终返回的是谁 是不是又返回这个方法的名字 看到 那么在我们这边UIL写的时候 你就呀 它里面写了这样一个view 写像这样一个view 这呢 那么你一调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是不是就把这个view返回了 对吧 那么看我们地址写这边 我是不是就调用了这个方法 调用方法之后 它是不是把那个内部的view给我返回了 哎 它返回 相当于我们就在这边 是不是写了那个内部的view 对吧 那么江沟一匹备这个地址之后 它是不是就调用这个view了 是不是 就是帮你呢 江沟是不是就帮你调了这个view 是吧 调的时候 你看这个view的参数 request 然后呢 ARGS和 KWARGS 然后呢 这前面的这一部分呢 你先不要 你不用管它是干嘛的 这个类似图最关键的一部分在哪呢 就在这个self.dispatch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它是分发的一个方法 它翻译成这个中文呢 就是分发 根据你请求方式的不同 会给你分发到不同的函数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怎么分发的啊 紧接着你在这里面 你去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啊 这个dispatch函数里面 做了什么啊 做了什么 然后呢 关键是看哪一句呢 看这一句啊 handle了 等于getatpr self 然后呢 request.meda.lo 对吧 哎 这个是干嘛呢 看getatpr方法是干嘛的 就是获取一个对象的 某一个属性 对吧 获取一个对象某一个属性啊 那么它在这里面 要获取对象哪一个属性呢 写在第二个参数里面 写在谁呢 是不是请求方式 给你转化为一个小写啊 对吧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这个 get 请求方式过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 我是不是这里面 是不是就获取这个 self对象的get这个属性 对吧 如果你是pawster方式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获取这个 pawster这个属性 对吧 所以呢 在这边 那我们 我们在我们的类里面呢 我们写了这个 写了这个get的话啊 你在这个UdaVeux里面 你写了这个get的话 它getatpr 是不是把这个get拿到了 对吧 拿到了啊 那么这就是它最关键的一步啊 就是呢 根据你这个 请求方式的不同啊 帮你做不同的处理 那么这一步呢 我们还 还到那个寒书里面去啊 还到寒书里面去 哎 找到下面这个 dispatch啊 它最终呢 是根据不同的请求方式 去找这个对象的 对应的属性 那么这属性呢 在我们这里面定义的 就是一个一个方法 是不是拿到这个方法了 对吧 拿方法之后 最后做什么 是不是掉了一下 对吧 哎 掉了一下啊 request.nihgs.kwihgs ok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呢 就是类似图的一个原理 它就可以根据你这个 哎 不同的请求方式呢 去调用这个类里面 不同的方法啊 不同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你注意这个方法的名字呢 它就是这样的啊 那么get请求方式对应的 你就要定义一个get函数 post请求方式呢 你要对应的 有一个post函数啊 那么这些呢 你到底你要不要都定义对吧 根据你的一个具体需求 如果你只用到get的话 那你就只定义一个get呢 哎 就可以 你就没有必要再去定这个post啊 定着post啊 ok啊 那么这里面呢 哎 其实呢 就是它啊 就是我们这个类似图 它的一个原理啊 关键的话 就是在我们 哎 这个dispatch 这个方法里面啊 哎